欢迎收看城市不设限,我是凡飞 那在华人的传统中有很多重要的大日子 也有很多之中的记忆啊这些 可是随着时代的变更呢 这些记忆正在慢慢的消失 那我们应该如何保存它们呢 我们今天要请到两位特别来宾 来跟我们一起探讨这个话题 首先我们欢迎胡子医师陈志良老师 嗨,大家好 嗨,我是胡子医师陈志良 好的,接下来我们欢迎第二位来宾 是高雄历史博物馆文资小组的召集人 庄天四老师 主持人好,陈老师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高雄市立历史博物馆文资小组召集人 庄天四 好的,我们今天现场可以看到 其实在陈老师的旁边就有两尊非常特别的神像 老师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两尊是什么神像 它是有特别的记忆法是不是 这一尊是纸扎法 一尊是算是比较传统不同的工艺的做法 因为这个纸扎法的话 它就是这个法式做完之后就化掉了 另外一个是人家要保存的 就是可以当作艺术品来保存的 对 那所谓的纸扎跟它可以当作艺术品保存 它应该会有一些记忆上的不一样 对 因为这个纸扎的话 它里面是竹籽嘛 你这个竹籽没有经过特殊的处理的话 它会被那个柱筒咬掉 所以说这个都一般都 这个法式仪式做完之后 就要把它化掉了 因为这个另外 这个是保存法的话 它有点像 我们在做那个日本的那个 女儿姐在用的那种 那种工法做 比较好保存 什么意思 它是指说有些细节吗 对 有些细节 它里面有做过那个 有防腐 有做一些比较精密的工法 因为我们看小尊的 它其实是叫做金甲神 对不对 然后它的脸好像 跟我平常看到的不太一样 看到的那种人偶的样子 神像的样子不太一样 对不对 它的脸是 有一点 有一些东西在里面的 还是说它有特殊的材料 因为它这个头的材料 就是在我们台湾这个技法已经消失了 真的 已经消失了 所以是老师是 在有机缘的当下得到的东西 对 对 因为它这个 这个头的 就是以前的老一辈 他们说头头 它是土做的 是黏土 倒磨 之后 硬干 再来采花 在台湾这个现在的话 这个技法已经没有了 所以听起来 其实这一项技艺 它真的会需要长时间的培训跟通路 对 那可是现在的年轻人会愿意学吗 那我们今天就有访问到几位年轻人 我们一起来看一段VCR 听听他们怎么说 你有听过指鼓师傅这个行业吗 没有 没听过 就是都是老一辈的人 不知道 不太了解 不太了解 像这种传统类型的记忆 你会想要学吗 可以试试看 会有兴趣 但是可能就不会像专业的人 他们就是会一直学下去之类的 就是可能会当作 稍微了解一下这样 就是去尝试的 就是那种 就是去接触不一样文化活动一样 所以不会把它考虑当作你以后跟职业 就算你觉得它很兴趣 对 其实这要作为正直 其实蛮难生存的 所以其实要付出很大的心力 去维持这个算兴趣这样 好我们其实可以听到 刚刚年轻人说的就是 他们可能或许会有兴趣 可是不会考虑把它当作正直 那老师现在跟五学生 这个技术上 现在都没有啦 没有学生了 没有学生了 因为这 原因上这十年来 有改变很多 十年来 是因为近期十年有特别发生什么事 还是 就是有发生很多事情 因为第一点就是 大家都 红包抬头嘛 就是空污这个问题 第二点就是说 政府之前的配套做得不好 就是在空污跟政府之间 要如何跟传统 取得一个好的平衡 这个不容易啦 对 真的不容易 它就是要化掉它了 你如果想说 紙杂都这么大 我们的环保楼这么长 所以没法度好 因为早期的时候 如果有空地 有空地就可以烧了 没有这个 人家检举这个问题 现在 一烧下去就是大家在检举 这个商家他们说 为了怕麻烦 不然就不做啦 不然的话 就买个代替品回来 变成这样 所以经济当中 鼓掌才会收拾下去 所以老师刚刚有提到的点 就是说现在的环保啊 或是像这样子的政策下 其实这样子的行业要生存 并不容易 可是呢 因为像是 我们今天现场的这位 召集人庄天寺老师 他就是所谓的 无形文化的保存的 这个认证的单位嘛 那所谓无形文化 包含的是 除了陈老师这样子的记忆之外 还有什么样的内容 是我们值得去探访看看的 那无形其实是相对于有形啦 因为有形大家都知道 就是古籍那些东西 那无形大概就是看不到的东西 那如果根据文化资产 保护法来看的话 那无形大概就可以分成五大类 那第一个就是民俗类 比如说像高雄的话 就比如说罗汉门淫佛祖啦 或者是像是那个王教祭典 就是那种宗教民俗的东西 那第二类就是传统工艺 那像陈老师的胡子 他就属于传统工艺类的 还有像传统彩绘 当然我们讲无形不是说陈老师 做了这些作品 而是他本身的记忆 那另外第三个就是表演艺术 像比如说南管 八音 或者是布袋戏 傀儡戏 皮影戏等等 这些都属于表演艺术类 那另外第四个叫做口述传统 那口述传统 主要是以原住民为主 就是用口述的方式去 述说过去的传统的一些口诀之类的东西 那另外第五个就是传统知识与实践 就是主要是藉由大自然的关系 去实践一些人为的项目 像比如说像东部的成功有个标语仪式 那他就是必须要去观察到渔场这样的一个大自然的关系 他能够去做的一个经济活动等等 所以其实我们的陈老师啊 他前阵子才刚获得颁发这个 无形文化认证的是胡植的保存者嘛 那当初为什么会让陈老师就是获得这样子的认证呢 当然首先我们就是有接到一位 无碧会老师的一个提报 因为其实有很多高手都在民间 如果光靠工部门的话 其实有时候很难去挖掘到每个角落的一个高手 所以我们就像吴碧会老师他就知道说 像陈老师他的胡植非常厉害 他就像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提报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了三位专家学者到陈老师的工作坊 然后去实际上看他怎么去胡植 那我们就发现到说 我们一方面透过访问 然后透过实地的访查 就发现到说陈老师他的 他的师承脉络 他的胡植是来自于他的家学演员 然后他的师承脉络非常清楚 而且他本身的记忆又非常的高超 那当然还有更重要的 就是陈老师他非常有强烈的保存意愿 因为其实无形文化资产保存 他最大的概念就是希望这样的一个技术 可以永远的流传下去 所以传承这个东西其实非常重要 如果师父本身技术好 但是他不想传承的话 那其实这个对保存而言是毫无意义可言的 所以陈老师他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保存 传习的一个意愿 所以后来我们就把这提报到高雄市的 无形文化资产的审议大会 那经由二十几个委员 他们去做一个审议 那最后以高票通过 陈老师是本市的 胡植的这个项目的保存者 所以为什么 因为有些人会认为说 既然传统会消失 那势必是有他的原因 他可能会跟着时代的更迭 去因为这样就被没入在古早的时代了嘛 那您作为文资小组的召集人 就您认为为什么保存无形文化这件事情 对大家来说会这么重要 因为他其实是长久以来历史 累积下来的一个结晶 所以他一定有他存在的一个价值的必要 对那只是说 因为最近可能因为比如说 像陈老师也遇到一些 比如说时代演进的一些 遇到一些困境 那可能会造成这样一些文化的一个流失 所以我们就认为说去保存这样的一个无形文化资产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其实像陈老师 他本身除了是胡子的议师之外 其实他还有一个道士的身份 对不对 那老师你怎么会这么斜杠啊 好多脚经营喔 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 就是一套包好的是不是 不是啊 说这个会做道士这一行是我们主上 跟胡子都一直流传下来的 因为就像以前的话会做道士 一定会胡子 喔他等于说是一卖相传嘛 对一卖相传下来 都是合在一起啦 都要会啦 对对对对 就是这样 就以前的话喔 做道士会一定会要说我们在说 古修座 对 像我们这个算是古大座嘛 古修座的有的都会 比如说大家的道士几乎都会合 用 法师最买用的东西 他们都会合 就是这样 所以修座指的是小的东西吗 对对对 那小那个金山银山啊 法师商要用的啦 夏冠美啦 什么的啦 要过那个奈何桥啦 要过那个叫 以前的时候都会要做 那大座指的就是像旁边这样子的那个 古修座这个 古修座 古修座这个算大座 那刚刚听陈老师说 其实道士很忙啦很多其实很多事情要做要很多事情要会 那想请问一下造极人就是 有没有一些像道教这方面相关的文化认证呢 呃其实 他其实没有主要针对道教本身啦 那主要像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像有一些民俗 他的一些祭典 像那个罗汉门淫佛祖啦 妈祖海巡那这些祭典 那我们像我们还有登陆像是神像雕刻 那木雕神像雕刻 那他可能也是跟宗教有关系的 所以我说我说文化资产 他大致会有一些项目会跟道教仪式 会有所关联 嗯 所以其实像陈老师的道士 在这些道教的仪式中 其实占据了很重要的角色嘛 对那陈老师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 像有一些像我自己本身 没有什么信仰啦 或是其他信仰的观众 跟我们解释一下说 道士他在道教里面到底是占据什么样的角色 因为道士在道教的话 就像我们的基督教牧师 天主教神父 佛教的禅师 跟这个回教的先知 都是一样的角色 哎 就是说 意思上就是 宣扬道法 宣扬佛法嘛 就是基督教宣扬神的爱 都是一样的道理啊 那因为我们做道士 做道士的话 就是 有讲过的 完全没有出家 不是像佛教他们就是要出家 但是他们也有没有出家的啊 啊我们这个是 祖传的就是没有出家 他说一般的话就跟一般人都一样啊 有法师做的时候 我们的新闻开始得出啊 那想请问一下造极人喔 就是像道教道士这样的角色还有庙宇 他对于在地的重要性是什么 因为一般人可能就会觉得说 如果无感的话 就会觉得说好吵 就是常会办一些活动啊什么的 那他对于我们住在在地的人 他究竟有没有一个核心的价值在呢 因为庙宇是台湾大多数人的一个信仰中心嘛 所以那个 其实如果你从那个历史发展的脉拢来看的话 一个聚落他能够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其实寺庙就会出现 因为通常早期大家在发展的时候 可能各自带个神像在自己家里拜 可是以后当大家有钱开始建庙的时候 就代表说这个聚落 其实已经发展到一定的规模了 那这从历史上面来看 当然所以这个庙宇大概都会跟那个聚落的成长 是一起的 所以他很容易成为这个聚落的一个所谓的信仰中心 那也很容易结合说他成为一个居民的一个象星星 像我们呃 陈老师的那个那个 这个龙虎庙他就是小港嘛 港子前那个地方八个聚落的一个信仰中心 所以一到祭典的时候 那大家都来帮忙 然后参加这个祭典 那他的祭典对当地居民而言 他们就是整个社区居民一起加入的一个 凝聚地方人士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力量 那庙在台湾我觉得大概也是如此 大概还有一个附加价值啦 就是如果你祭典办的有特色的话 也会观光也会吸引观光 就像那个日本好多人跑去世界各国都跑去参加他们的祭典 所以我也很希望说台湾如果 也有这样非常有特色的一个所谓的 以寺庙为中心的一个祭典的话 那其实对台湾的观光或经济发展其实也蛮有注意的 嗯 就听起来其实庙宇啊道教啊 这些他们更像是一种历史上的传承 然后是一种精神上的支柱啦 但是刚刚那个师傅也有提到说 他其实有一点没有人想学了 那老师你自己的孩子 你敢不希望他就是 只寄附业这样子 因为我 那个我的孩子 我也是说要继续传承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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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 我们知道这个东西喔 只要是有华人的所在 就是有他的存在 那是怎样 就是说 相比起来 因为我们爸爸在世上 杀子整里面 学徒一大堆 因为我们的师兄弟里面 七位 七位 有七位 有七位 他现在又有在做 现在喔 收到我存一位 是你本人吗 没有 还有另外一个 两个 七个剩两个啦 八个剩两个 刚才剩两个啦 刚才剩两个啦 刚才剩七位啦 刚才剩七位 现在有在做的 在市民上还有在做的 就除了我大师兄姨我 其他都收了 所以是因为 拍探价这样 没有关系 对没有关系 那转行是看不到希望 还是说 都不是说什么原因 转行就是 是怎么说的 他们说的 现在都 刚才我们有说到这个议题 这个配套做得不好 没问题 他说的一个月当中 我还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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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爪子 我要怎么生化 所以说 就像我三师兄 现在在教育工那里 在那里做工 对啊 有的就 人家说的 都算了 都算了 没问题 以前在做这个 龙武庙那时 没有 我看到我们 传播室兄弟 全部聚集 在那里做大师爷 对啊 现在那个场景 是看不到的 所以相比起来 道士跟紫胡这两个 其实胡子 它其实是更危急 就是在这个 传承断层上面 对啊 就是这样啊 它断层很恐怖 尤其这几年来 这个断层是什么 很难再收补起来 很难再收补 因为老师 现在是自己的 小朋友有在做吗 但是就是 很难找到 其他的小朋友了 对啊 因为现在 算少子化 啊 孩子对这个东西 传统概念 不太好 我们说实在 因为我们就是 没有在推广嘛 我们就是没有在推广 我们就是没有在推广 没有在推广 你现在如果推广 让人更了解的时候 看得更好 好 我们是希望啦 对啊 所以其实 无形文化保留上 刚刚陈老师有提到 不管是 环保啦 时代的概念啦 或是政府的一些政策啦 还有人少子化 那想请问一下召集人 就是 是因为这些原因 才会导致无形文化 在保留上这么困难吗 对 目前我们遇到的困境 确实是如此 特别是我们访问过 也不只是陈老师啦 就是 非常多的保存者 面临到最大的问题 大概就是属于 传习上面的困难 他们都有很强烈的 传习意愿 但是没有人要来学 对 所以 所以我们 有时候我们也蛮伤脑筋说 这个到底要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 嗯 那老师呢 为什么当初没有想要放弃 因为在其他师兄弟都 选择转行了 老师为什么坚持留在这个行业 因为这个行业的当中 就是说 我还要坚持下去 因为我不是做单一而已 对 我本身还有读书的身份 还有发出的身份 我原来还有在做殡葬 我在做殡葬这些 所以说 我是包罗万象 所以说 所以说 我会特别执着 就是要来国家这些 要来保存下去 我还可以去做殡葬的工作 来保 像我们医生 我们师兄弟 他就是怎么说 有一个单医而已 就是我在国家家 我在国大厨 这样而已 人物的就没有误了 有的实验有误了 但是他还没有秦立 所以说 现在大厨不休息 他就当然了 他串行 不然 为止不误了 所以现在 如果有孩子 他也想要 也想要耳胡子 你会建议他 怎么去建议他 去规划他的生涯呢 也是像师傅这样子吗 因为这种东西 他不是说 你三天两天就要退休了 这是要岁月累积的 他以前 不管你是耳朵师也好 还是耳国座也好 你就是 要去老师那儿 住在那儿 三年四个月 都在那儿 都近老师做 三年四个月之后 出塞出来 你看你是要 开国座店 或是看你要 你要去特殊堂 你才有在管理 才是这样 现在 你要叫小孩 要这样是不可能 对啦 因为二德书 他是不是有一个考试啊 道长考试 对不对 那是 有一个考试项目吗 那是道教会 天师傅道教会 对 对 因为 古座这是 古文古牌的一种受益 对 所以说 那个时代背景就说 你要去先生那儿拜书 拜书 再来 在先生那儿 二三年四个月 三年四个月 先生说 你可以了 你江湖到那儿 可以出你 开国座店 才可以用 才可以用 才可以开店 是这样 所以听起来真的是 很需要长时间的努力 像刚刚提到 以前的土地 是需要三年四个月 才可以出师的 那现在 陈老师已经 自己一脉相传 然后有 在保存这样子的记忆 那想 也获得这个 图纸保存者的认证 那想请问一下 召集人 就是登陆之后 政府 或者是博物馆 就是像这样子的公家单位 他可以提供给这些人 什么样的保护吗 登陆之后 其实如果从公布人的立场来看的话 我们会立即去做一件事情 就其实会去制定一个 叫做保存维护计划 那所谓的保存维护计划呢 就是我们会请专家 然后去救实际 像胡子的话 我们就很去救整个胡子的一个 项目 也可能会去访问陈老师 然后去讨论一下说 未来胡子应该发展的一个方向 然后去制定一个短中长城计划 那为了 然后他等于算是 未来我们要如何去保存 这个胡子项目的一个 有点像宪法 这种感觉 那这是公布人的立场 大概会主动去发动 去做这件事情 那至于保存者来看的话 像陈老师的话 他们就是 可以去申请补助去 进行所谓的传席推广 然后文资局会去做一个这样的补助 像陈老师他去年登陆了嘛 所以他其实 今年或明年的话 他其实就是可以去 申请一笔钱 然后去进行传席跟推广 那这样子的话 如果有政府部门的一个 我觉得 你要让老师去 就凭着一股热爱 然后好像就是无常去教这些东西 我觉得这有点强能所难 而且这我觉得 这也对一个保存者 是不公平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有政府的经费 去溢注的话 也许可以让这个传席跟推广 可以去做 一方面规模也可以做比较大一点 而且另外一方面 也会比较有一个 所谓的传承跟宣传的一个效果 确实啦 因为像经费这样子 大家在传承的同时 还是要吃饭啦 对不对 那未来这个使博馆这边 还有没有其他对于 想要推广无形文化的 努力的方向或规划呢 就除了这个计划之外 目前我们大家看 因为高雄本身 大家的印象 大家就工业城市嘛 所以好像有点文化沙漠的感觉 如果你去看高雄所登陆 目前有34个项目 44个保存者 相较于全国的数量来看的话 它其实不算太多 所以我们大概一方面 我们第一个就是 我们会希望说能够透过普查 或者是透过更多的一个宣传的号召 我们会希望能够找到高雄各个地方 各个项目 我不只胡子 各个项目的 无形文化资产的一个高手 然后能够去让他们成为保存者 这样子的话 他们就有个法定身份之后 可以去做进一步的 比如说推广传席 或者是 或者是那个 让民众也知道这样的一个项目 那这是我们第一个要做的 那当然第二个 对于已经是保存者的 那我们会尽力的去 辅助他们去申请计划 或者是去帮助他们去做宣传 然后希望让这样的一个项目 我们真的能够在高雄永续保存 那因为我们陈老师是 胡子这个项目的第一位保存者 对不对 是 甚至一个开路先锋 那陈老师你觉得 你希望大家怎么样去看待 传统技术这件事情 因为如果有些人他真的 无感 这喔 希望说可以让大家有认知 可以让大家有认知 当然啦 我们有传承的方式 也不能够在旁边的方式 再传承现在的小孩和年轻 不能再像说 你来三年四个月三月 不能有这个关联 世代不一样嘛 所以说可以传承 我说可以开口 来看有几个手 有议员要来做的 再来传承 对 我们所谓的五行的最宝贵 对啦 虽然说有一些古迹啊 什么是我们看得到的 但是像这些记忆啊 陈老师跟赵几人 这边也都在努力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更加重视 这种传统记忆的传承 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了 谢谢大家 下次再见咯 拜拜 请不回事 请不吝点赞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beh 别忘了